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如无意外的话 我们就是在伦敦给大家大招呼了 这个感觉让我觉得有点像一辈子没吃过肉 好不容易煮了回肉得舔两下才吃 而且得舔好几下 就是说这个事得导得清楚了 就是说今天是我们 明天还是我们 但是地方换成了伦敦 所以我们今天自己给自己送行 明天在那自己给自己欢迎 对明天欢迎自己壮士一去 是吧还要复返的 对不对 这个说越说越有点不吉祥的感觉 是吧我发现这个 闻道也也也去嘛 住的好像比我们好一点 是吧 好那么一点吧 我们待遇还是不太一样 我们要我们要去伦敦 这个事啊 这个凤凰还算是就是舍点本 对吧平常从来也没让咱们离开过这个屋 是不是 不不不但你也要从好地方讲 我们是借了一个古宅 在郊区的一个大宅 那叫古宅嘛 洗手间本来就是贵族一两个人住的 洗手间当然不够多 和古宅啊 二是因为你们那个地方在Richmond 那是一个一个比较 过去有挺多贵族庄园的确在附近 所以你一说有个大宅 我马上想起来是唐顿庄园 那种你知道吗 一扯零 然后楼下管家给送东西上来 是那个感觉 当然我们也这样期待着 毕竟现在还没去 听说也这个目前同事们好像看过的有争议 有人觉得好 有人觉得不好 是吧 这到时候再去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奥运 重要的是伦敦 要叫我说重要的 大家是奥运了 我觉得就是说 生活条件不一定很好 可是为什么我还去 老实讲是因为我喜欢伦敦 能够再去一次伦敦 尽管我去年11月光贵节的时候 11月11号是咱们的光贵节 但是是伦敦的那个 好像在战争当中 死去的那个一个节日 薔薇花 薔薇花的那么一个一个节日 我就是那个时候去 去年又特别 去年是11年11月11日 六个亿 那天我就在伦敦 当时我就发了个毒誓 就是我必再来 然后就去城了 结果这次就搭了奥运的顺风车 可是问题是这回奥运 听说安保出了很大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入不入的了境 还是很难说 因为首先伦敦本来 他遇到恐怖袭击的威胁 就要比北京啊 我们都打得太多了 这都清楚吗 当年那些恐怖分子 搞完911之后 第二大目标就是伦敦 而且果然也在伦敦地铁站 记不记得那几年 05年06年也搞了一回吧 是不是 所以他一直本来就是一个 重头的打击对象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他们现在缺钱用 当然英国经济 还不如欧洲几国那么糟 但是问题是英国也不太妙 那这几年政府呢 英国政府是史无前例的 一直缺款 缺款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他减国防 减军人 经过这一轮的减款 这个缺冰员 然后这个减少款项计划之后 现在英国服役的正规军人 将是从19世纪 维多利亚女皇以来 历史上人数最少的 一支英国军队 就这样还调兵呢 他那个私人保安公司 不是出来说说 哎呀临到头 我们发现啊 没这么多警卫 最后调军队 好像调了一万多人的 对 就是指得士兵来进驻 对 所以他很 其实很麻烦 就是说英国 他本身已经左之右拙 然后而且先不说这个交通 先不说安保 还交通也问题很大 你比如说英国 伦敦为了要拿到 这个主办奥运资格 答应了奥委会 很多条件 比方说 要保证这个道路 要畅通 是给运动员 或者媒体采访团 什么叫畅通嘛 于是留奥运专线 但你也晓得 伦敦这个路啊 它古城嘛 老老 它很多街道 其实并不宽 那于是为了 要留一些快速道路 给奥运相关人员 那他要封很多街道 给一般人 那么结果呢 一般人能够用的街道 就更窄 更挤 然后他现在呢 他的地铁 他的地铁 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地铁嘛 当然后来 有六岁扩建 但他能不能复合呢 他的巴士 这个公交 能不能复合 现在都问题一堆 然后最后 最严重的问题 这是我们入境的问题了 就是这个西斯罗机场 西斯罗机场 本来就是 就是要裸体检查 是吗 好像得拖的比较什么的 我在全身在罗马 上飞机 他的所有的乘客 分成两条道 一条呢 叫all countries 就所有的国家 另外 all countries except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Israel 就是一个通道 是所有国家 除了美国 英国跟以色列 那另外一条 就是美国 英国 以色列 然后的截然的对比 是什么 我先告诉你 中国的这个 到亚洲的这条线 他这个 特别到最后 到gate 就快上飞机之前 出现了 全部的名牌点 他不在总大楼 总大楼没有那么多 到了那个口上 什么 什么爱马斯 帕达 全部在那里 但是 我去了 美国英国 登机的那个地方 他专门一个大楼 分开的 坐汽车过去 大楼登机 进去那个楼啊 四面一圈栏杆 在半高的 上面有很多人 十枪 十枪核弹 带着狗 在上面走 就跟鬼子 碉堡似的 哎呀 就是真是 就这么紧张 然后呢 而且他进去的时候呢 他本来安检 就已经够复杂 而且西斯洛机场 本来就是出了名 人流很多 工作效率很慢 那么最近英国 还有好几个名流 公开抨击嘛 说英国人自己回国 本来应该很快 结果在西斯洛机场 也逗留了 六七十分钟 才入的了境 何况我们这些老外去了 所以往往 你们大事的这个气氛呢 都叫先意后扬 就是高超之前呢 你看这个气氛呢 其实都有种肃杀之感 你不信你看看现在这个伦敦发的照片啊 咱们就看看几张啊 我们感受一下 你瞧 这就是他奥运安保武装直升机 这我觉得算正常啊 再看下一张 你瞧 这英国英国的这不是什么机关炮 还是什么的 抖弹 好家伙啊 再看下边 这次抖弹 这抖弹呢 都装到民宅楼顶上去了 对 结果呢 这个你再看下一张 人民现在已经反对 所以我就是要反对奥运导弹 你看下边 别拿我们的生活开玩笑 别拿我们生活玩游戏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监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摩极之水 游戏九季 年份游戏 也仅够久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972年9月5日凌晨 八名恐怖分子翻过了奥运村的大门 击毙一名教练 一名运动员 再挟持九名以色列人质 营救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九名人质 一名警官和五名恐怖分子死在机场 第二天 奥运会如常举行 慕尼黑惨烂 星期一去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当然咱们还是这个 想往敦伦 想往伦敦 想往敦伦 是吧 所以呢 我不禁要把我去个光棍 上去年光棍节 就是英国的那个节 我去伦敦 对吧 流连忘返 又选出一张照片 看一看 咱们在去之前 来这个缅怀一下 这缅怀 街头 咱看下边 这个导演可以放快一点 这是 你看商店 晚上夜市 所以这儿敦伦 伦敦 华阿富 看见没有 这是唐人街 对对对 你再看下边 这是街头卖艺的 很有运动感 你看有人就在沙滩上 大冷天 就是那个时候 就自己弄这种沙滩雕塑 你再看下边 大英博物馆 这是我看不完的一个馆 你看 都不是他们自己东西 古希腊 怕他能神尿 这是人类的艺术的巅峰 你再看下边 这是爱丁堡 爱丁堡的房子 这是苏格兰了 这是英国老头和他和狗 再看下边 温莎宝 当时的这个红叶 温莎宝 然后这是威斯 好像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地窖里的这么一个小角落 你再看下边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这是维多利亚 女皇 你瞧这气势 这是剧场 在里面到英国 到伦敦 他们都在闭义去 要看剧 就看这个剧场门口 你再看下边 这是我在他国家画廊门口 晚上这个街头卖艺的艺人 自己在那唱歌 另一帮人不定是搞什么主意的 戴着面具 就一起玩起来了 就跳起舞来了 那挺有意思 你看 人家的这个蔬菜水果 跟假的一样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逝 你说你说 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人 看见这个 简直是 当然你看 这也不是他们自己的 就是整个庙 整个人家是古希腊的神秘 庙就这样端到他们博物馆 你再看下边 这些国家加点后 你再看 这是一块翡翠 这个原石 你就一看上面贴着条 我就给你们放大一点看 你看了吗 这个什么海关 核准 这个不能随便什么起 开启 为者按什么什么办 这是中文 你知道吗 而且是简体字 简体字 这不知道什么时候 弄到大英博物馆的 所以英国的内容很丰富 而且英国呢 是一个 你刚刚看到大英博物馆 或者是National Gallery 里面那些 它在外国来的东西 你就知道 它是一个 过去就是一个帝国 嗯 由于它是个帝国 所以它才能够去哪 都掠夺也好 巧取豪夺也好 用计谋也好 用钱买也好 把那么多东西搬回去 对 那个希腊 现在卫城下面 新落成了一个博物馆 新的卫城博物馆 好漂亮 很多很多钱 黑的玻璃盒子 下面就考古地 它按原尽寸 复制那个神庙上面的 这个雕塑 那么凡是被英国拿去的 它做了一个复制品 浅颜色的 嗯 就是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 这些是在我们的山上 这些是在英国 那些空白 就大家去想象 然后呢 它就常常 为了这个事闹了好多年了 从来没停止过 但这个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 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赞成 就是说你假如今天希腊 跟过去不一样了 虽然最近经济不好 但是它这方面绝对有信心 有条件 古迹都保存得很好 你应该还给它 但是问题是你要知道 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情况 大营博物馆 英国这些 你什么东西都还给人家 埃及的还埃及 印度的还印度 那你 你就剩不下多少的问题了 但反过来说 客观说一句 整个雅典城 旧那博物馆是最好的 整个城市都是衰败 而那个博物馆是欧盟出钱修的 其贵 而且对所有的欧盟的学生都免费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它也可以说 一个欧洲共同体嘛 说英国人也不愿意还它 但是很让人感受 这些都是历史 这都是历史 对对对对 而且你看中国游客 在那聊的全是这个 咱们的那些欲什么的 就说都是抢来的 都是抢来的 都是抢来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 不必老说这些个事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它一个东西 现在还保存在那里 现在还存在 它是人类的财富 将来咱们也能保管好 或者将来有机缘 能够回到咱们那 当然是好 但是也不妨碍 咱们去伦敦 现在先去欣赏 而且我就老问别人 这么一个问题 我说这个人类历史上 没有完美的选项 你有时候你必须 接受这个选项 就是一 这个东西留在你们国内 但是被毁掉了 二 这个东西被抢走了 但是它现在被妥善的 保管在大英博物馆 这两个选项 只有这两个选项 你选哪一个 那还是选第二个 因为有什么好坏的东西还在 假如你是毁掉 再也咱就有见着 甚至回来的一天 对吧 就换得这么 还有一点 我觉得在英国也有个好处 就是英国 它很多博物馆 都会有一些时间 是免费开放 我觉得这一点 跟我们中国也很不一样 对 它这些 比如说它到了 有些晚上开放时间 像VNA那种 它有一些晚上开放时间 是免费的 你可以免费进去看 所以我觉得 他们比起我们 坦白讲 英国人还是很注重文化 文化生活 对 老师老师 对文化的尊重也强多了 你像我们辽宁博物馆 辽博很著名的博物馆 我这个载兴载奔 我去到沈亚 因为辽博是以这个书画文明 他有一批当年这个溥仪 叫东北货 但是辽博很多这个书画 我高高兴兴的 我去了 我看我在哪呢 没有 什么意思 他没展出来 你知道吗 他展了些什么 就是戚丹文化的 或者甚至从四川的一个博物馆 就可能搞交换 弄了一个张大千的一个什么展览 我说你这个 你我不知道 当然他可能是是不是 他可能攒金不够 攒金不够 可是我认为你 你最黄金的东西 应该是最常设的 你至少应该有个常设的 一个 一个你的宝贝的东西吧 那么你在这一点上 说实在话 是大英博物馆做的好 还是还是我们的博物馆做的好 不无可以反思之处 不过接下来这两个礼拜 你也不会去大英博物馆 你看奥运都来不及了 对对对 还是主题还是要回到这个 他这个送行送行送到 但是问题是 但是问题是 我也在为这个觉得很矛盾 就是说你去了 你当然得看奥运 那看完奥运 你很多时候看不懂 正好是什么事 就古典乐运都知道了 BBC逍遥音乐节 整整两三个月 那海德公园厂上 最后的大音乐会 每天晚上就皇家爱博 爱博特听 很多很多演出 但你怎么办呢 你碰上奥运 而且我上次去 已经十几年前 搜猴是怎么样都不记得了 还是很腐败吗 还是很腐败 是吧 所以啊 这个伦敦啊 我觉得是个内容 特别丰富的一个地方 当然咱们这次 还是主打奥运 同时我们会出去拍的 你知道吗 我们会出去拍 要不然观众不知道 我们到了伦敦 得证明一下 现在中国作假的态度了 你看这就是伦敦 对吧 后面冒一个背景 然后发起动轩眼 然后后面 感觉那个女王在后面瞧着 然后你看 你看这还不叫伦敦 像明天方舟子就来找你了 对对对 打假 所以这个请大家放心 我们一定有这个天天出去到这个红灯区 来证明我们 把我们的体会呢 这个跟大家这个分享啊 千千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 进驻西藏中国军方 调派预行机 飞临中朝边境戒备 九成大陆民众 要求军事强硬 夺回钓鱼岛 美军第一批 新型鱼鹰战机 正式进驻日本 直接威胁中国 美地中央军道 特约军军大使 送单 风卫视中文台 船长千年酿造工艺 历尽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化 红花廊 就是说来说去 你们俩对这个 这次奥运有什么展望 或者是看点什么的 看会不会恐怖袭击 我这关心心事 我知道 所以我才更关心啊 你说是不是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 这回安保问题 还真的挺大的 我还是关心中国 对 你觉得中国这次 还能像美军奥运那么强吗 我编了四句诗了 弱的依然弱 强的仍然强 大象求突破 其他到处强 这个第三条 所谓大象求突破 最关键的就是 看我们上次一起 三人形的一个朋友了 孙杨 孙杨 对对对 没错 中国男子游泳 从来没拿过金牌 孙杨这次是我们 伦敦奥运会中国 他要能拿两块金牌 立刻取代刘翔 成为中国体育标志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 可是反过来 你刚提到刘翔 刘翔这会儿又有点 但是有人说 他是使那个什么技 固步一阵之类的 我觉得大家对刘翔 关心太多了 放松点 因为而且事实上 这回对手也真的太强了 惊人辈出 那么当然我们也期望田径 因为田径现在有个 好像女子铁饼 什么也不错 鸟巢的时候 大家郁闷在什么地方 我们盖了这么好的鸟巢 从头到底 只奥了两次国歌 就开幕式和闭幕式 所有的田径比赛 我们一次都没有过 所以这一次 游泳要是男子 能够拿上金牌 田径要是我们 不管怎么样 有一个金牌 中国队这次就是 其他的呢 体操挺危险的 体操蛮高级 跳水不用担心 举重不用担心 体操这是好看 那个日本队训的很强 对 然后呢 还有几个是没有悬念的 就是大球 大球就是弱者依然弱 对 就中国三大球 篮球足球 我们该玩蛋还是 但是你觉得 中国能偶然偏一个 再偏个金牌第一吗 有这个可能性吗 这个倒有可能 这个我觉得很有可能 中国只要拿到40块 就有可能 这个我觉得 让人家分散 但这不是最大成绩 对 因为你数量多 当然我们不能说 什么运动比较重要 但是我们可以说 什么运动项目是 大家关注度比较高 而且他对于全民的体育 运动的意义大 对 你像篮球足球那种 他不是一个竞争 他一个运动好了 你国家老百姓 整天在玩这个 那你有些项目 就你们几个人在那里玩 老百姓玩不了 冰壶 拿一枪 拿一枪 老百姓想玩 我还不想玩 我玩得了 想啊想啊 这打了满脸群震斗 能打吗 那不能打 基建呢 基建我也提了 那更玩不了了 更玩不了 那当然这些 争夺金牌 为国争光 那是好的 但对于促进全民体育 游泳 田径 大球 而且这个里边 它有种什么哲学啊 就像会话里边 说的那个点线面一样 最基本的跑跳投 是吧 这是人类运动 等于说一切运动 你足球之本也是跑跳 所以这些地方可外反映出 会不会有点那种歧视啊 其实有人若有意又无意的 都会往种这个方向去想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看 什么种的人玩田径 这是客观事实 什么种的人 这客观事实 善于跳 什么种的人善于 但是所以要有突破 所以要有突破 这就是为种争光 对吧 孙杨就看他能不能有种啊 这是 对吧 我觉得这应该还行 因为亚洲人游泳 就过去人家就说游泳项目 怎么样都轮不到 这个东亚地区 但是这几年这个说法被打破 那就是日本人 你看日本的游泳那么厉害 那现在我觉得 如果日本人都是那么厉害 中国人不可能 我觉得有这个种族基因的因素 可是我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 一直指向未来啊 我觉得这个规则越来越模糊了 越来越模糊了 就像日本人过去平均身高比咱们低啊 现在日本人平均身高比咱们高 而且现在的这个串种的 而且这个饮食 对吧 吃的都 而且身体条件本来也就是随时代变化 对 甚至经济环境不一样 比如说我最近看一个数字 很有意思 说中国人从七末以来 十九世纪末以来 根据当时的调查 中国人的身高是一直在增高 一直到了四九年为止 然后又往回掉 然后掉到了真的 掉到了正好是八几年 中国人又开始高回去了 但是文道我告诉你 从四九年开始呢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却一直在 伴随着中国人逐渐变矮 但是活得越来越长 平均寿命在增加 所以有时候这个规律都是很奇妙的 期待期待期待伦敦 对对对 我们理论上说 对吧 就要出发了 如无意外 明天我们就要在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喜事录 大家会在新闻看到我